穿著名譽博士拋 大方捐出10台AI伺服器 它是全球第三大伺服器廠 美超委創辦人兩件後 業界形容這家公司 打上AI浪潮 麻雀變鳳凰 工作以後 到美國以後才發現 素食孩子自以忌諱 一起再舉 無言之啊 那很不容易 今年67歲的梁建厚 出生嘉義小農村 家境窮困 爸媽辛苦拉拔大七個孩子 在這樣的環境下 出了一位科技CEO 成功後不忘鄉里 還捐錢給當地寺廟整修 房子很大 這是成就感很重要 大家就覺得 這是我們的光榮 兩件後嘉義高工畢業 考上台北工專 26歲才到美國讀碩士 工作 是正港的台灣英安 1993年創立美超委電腦 2007年納斯達克掛牌 成為全球伺服器大廠 AI大爆發 這兩年美超委股價 一度飆漲12倍 橫甩輝達 飆上1124美元天價 美國稱它是AI腰股 市值更在五年內翻漲40倍 最高時達600多億美元 約台幣兩兆 兩件後的身價也來到42億美元 台幣1000多億 像今天早上我這個4點半下飛機 到現在都很忙 那很多電話接不完 所以覺得回到台灣特別溫暖 那也特別忙 上次回台參加電腦展 許多人還不熟悉兩件後 但其實他在美國矽谷 與會搭執行長黃仁勳 超委執行長蘇茲峰 並列台裔AI3巨頭 嘉義農村子弟靠自身努力 成為AI新贏家 民視新聞楊思敏劉玉琪 鄭榮文台北嘉義報導 更多精彩新聞 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